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呢,是来想给大家聊一下 关于旅行安全的问题 作为一个热爱旅行 我来说,我出门的安全问题 大于所有的一切行程跟安排 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美国旅行的安全问题 首先呢,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以及广阔的国家 旅行的安全应地区而定 但绝大多数在美国旅游的地方都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地方或者是特别的时间 大家就要注意了 第一,就是美国在晚上9点之后 是真的不适合外出走动 那美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跟很多欧洲还有亚洲国家的夜生活文化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在美国这边呢,晚上过了9点之后 在路上行走是一件不这么安全的事情 美国人呢,也是把工作日以及休息日 分得很开的那一种 就是weekday工作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出去玩 就是会在家里Netflix and chill 看看电影刷刷剧等等 在weekend的时候,这五周六晚上 你可能会在路上看到比较多一点的人 绝大多数他们晚上的夜生活 还是会在一些室内的场合 例如是餐厅呢,或者是club呀 所以来美国旅行的第一条安全tips呢 就是晚上过了9点之后 尽量不要外出 因为它会增加你的危险风险 第二点呢,就是在美国任何的一个大城市 尽量少去downtown 那downtown作为一个城市的市中心 大家都会觉得那个位置会是比较繁华方便 酒店选在那里可能去各个旅游景点会比较方便 这一点呢,是又不是 住在downtown呢,确实会有比较多的高楼大厦 会比较繁华一点 但是在美国呢,downtown呢,也是聚集流浪汉最多的一个地方 你说在国内看到一些流浪汉最多 也就是找你乞讨一个零钱等等 那在美国你碰到的这些homeless 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你无法去预判这些人会对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会不会有一些伤害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 就是要在对的时间去安全的位置 downtown这种位置呢,所以就是尽量少去 一定要去的话也选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第三点呢,就是在美国旅行 你不要期待做任何的交通工具 最多最多也就是可以做个Uber了 我在美国生活了13年 除了在纽约坐过地铁 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首先这里的公共交通体系并不发达 它也不会方便到哪里去 我曾经有看到一个从欧洲来洛杉矶旅游的博主 他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在环球影城的地方坐地铁 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他自己在地铁里差点被流浪盘推下铁柜 那第四点呢,就是来美国旅行一定都会租到车 因为美国实在太大了 景点跟景点之间都相隔的非常的远 这两年呢,美国的经济啊安全啊都有所下降 那在美国被砸车窗的世界呢,也是见怪不怪了 我本人也是受害者 不可能你只是下车10分钟或者20分钟的一个间隙的时间 如果你车里放有东西 那些人就会对你车里的东西产生兴趣 然后就砸车窗 就是很快你会被钉上 所以呢,车里一定不要放有值钱的东西 或者要不然就是不要把东西放在车里 很多时候你放车里被盗的东西不值几个钱 但是你修车的这个费用 以及耽误你修车的这个时间成本 就是非常的不划算以及很烦的一件事情了 第五点呢,就是不要漏财 其实不要漏财的这一点 我觉得是到哪里旅行都是要注意的 我觉得旅行中真的是很不需要把自己打扮得很贵气 我们亚洲人的面孔出去 很多老外就会把亚洲人当作是行走的现金 因为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 亚洲人出来玩都是比较有钱的 然后都是会带很多钱出来shopping的 在奢侈店里都是要来抢货的 我自己曾经就是因为亚洲面孔 在墨西哥被当地的警察坑的经历 他就会认为我们亚洲人会花钱了事 所以出门旅行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更何况你来美国旅行都是去的一些主题公园啊 或者是游山玩水啊大自然的景观 实在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得太奢华或者带个大金表 我觉得这种是非常不适合的 如果像这样子他不抢你抢谁呢 很早你就会被盯上了 第六点呢美国这个地方呢 他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 他不会偷金摸狗的在你背后啊 偷包包啊或者是在你的包画个口子啊 也不会像欧洲那边吉普赛人 怀着运组个局骗你的东西抢你的东西 在美国这边抢就是明抢直接抢 他会直接的问你手上有没有钱 我的小tips呢就是身上或者车上都会准备二十五十或者一百的现金 以至于有时候有些人他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有东西给他 有些人可能就二十五十一百就满足了 不至于他从你身上什么都没有得到 然后生气要伤害你的身体要好 第七点呢 最后就是关于美国的 枪支安全了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就是小概率事件 然后是你自己的命运决定的 这个要完全的避免 那也就是要看你自己个人的命运了 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尽量避免类似的事情会发生 尽量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例如一些音乐节啊 通常在美国这些事情的发生呢 都是有一些仇富啊 反人类反社会的行李的人 那其实在一些亚洲人的区域或者一些旅行的景点 发生这个事情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当然在大环境下 美国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出行国家 这边绝大多数的普遍正常人都是比较nice和绅士的 看到你有困难的时候会主动帮女生拿行李啊 遇到困难也有很多人主动会来帮你啊 礼貌谦让基本的尊重还是大多数人的常态的 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nice 然后比较愿意帮忙的 那我的总结呢就是你来美国旅游 一定要注意我以上说的那些点 然后就是在适合的时间在安全的地点去游玩 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完美安全的旅程啦 那最后多祝大家旅途愉快 拜拜